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出神很多年了 前几天回来了 我就说 带上我男朋友一块儿 跟他吃个饭 他不愿意 因为他要打游戏 所以就让我自己去 出去不到一个半小时 他就开始给我发消息 给我打电话 投我 就说 你干嘛呢 你去哪儿为什么不跟我报备 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本身女朋友跟异性出去 心里就不那么痛快 不是 你既然不去 你干嘛要发那么多的微信给她呀 因为我就是有时候看看她 比如说你干啥呢 在哪儿吃饭呢 在啥时候回来 我是不是心里吃醋啊 不想让她去啊 去而已 你就直接说嘛 但她又有时候说 你别那么小气 都是我老朋友啥子 那我也没法说啥 那你小不小气啊 说实话 介不介意 介意 那不就完了嘛 直接说不就行了嘛 这一个异性朋友 我都不说了 关键是后面学校 有集体活动要出演的时候 我说我需要去客串一个角色 他说你去什么去啊 他们就不能找其他 女孩吗 这个学校只有你这个女孩了吗 邀请他这男的 之前喜欢他 追他 我看那小子不顺眼 那就行了 你直接说吧 我跟他说了 他说哎呀 你不能因为个人 私底下的感情 影响到这个那个 但还有其他女孩 你不邀请 邀请我对象 关键是当时别人知道 我们谈恋爱 人家已经很刻意地 就是说没有联系我 让我去客串角色 是这一次 后来去没去 后来我去了 他就去跟其他女生 客串去了 所以不仅仅他固执嘛 你也固执对吧 对 哎呀 两年轻孩子 你看说得头头是道的 我相信让你们再数了下去 还能数落出很多 今天谁要来 今天是我想来的 来干嘛 我真的觉得 我已经忍耐他太多了 我觉得就是 我跟他完全是 两个世界的人 我的思想和他的思想 我们的生活习惯 和他的生活习惯 完全不是一个调上的 过去在现实当中 跟他提过分手吗 我举报 他那个分手没少提啊 就因为可能一点 鸡毛蒜皮大的 那么小事 比如说他外卖 我没给他拿 不想跟你两个过了 分吧 经常大事小事 都把这话挂嘴边 我就老说 这个爱情就像一杯水 你提子分手撒一点 提子分手撒一点 最后全撒没了 因为我爱他 我喜欢他 但是他拿这个话 老要挟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心里特难受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以后 什么事 能不能不要说这句话 他嘴上答应挺好 该说还是说 你觉得他提分手 是因为喜欢你的口头禅 跟你作一作闹一闹 还是这姑娘开始嫌弃你了 我感觉他有时候 他有点嫌弃我 他嫌弃你什么呢 他就说我有时候 特别倔 特别匠 然后说有时候 我那个情商不高 说我傻 我提分手 不是真的想分手 如果我真的想分手的话 我提一次就够了 我提了那么多次 就说明我想让你改 但你没必要非把他挂在嘴边 你一次一次说 只会一次一次让我心凉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但前提是 我说分手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 这个人情绪特别极端 极端到有些时候 让我特别害怕 那你比如说 我发泄情绪的方式 就是我吼他 然后他就去站马路 跺脚 踹门 摔东西 我在这么 全班这么多人面前 被女朋友训 他们全都在看我笑话 你说有啥事 你好好说不行 我这么理性的一个人 你跟我好好说 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轻声续语 在你耳边说的 然后是你不听了之后 我才发的火 对不对